和生命一样文明也会经历生老病死 就连人类文明的创造者上帝文明也不例外 在地球上出现生命之前 上帝文明在银河系的辉煌就已经开始落幕 上帝文明的衰老是从个体寿命的延长开始的 人人长生不死 让整个社会的新城代谢变得极其缓慢 装着成就思想的大脑不肯死去 承载着创新和希望的生命无法诞生 上帝文明开始老去 接着极其摇篮时代的盗篮 让文明迅速进入风筑残年 极其自动运行满足了所有人的所有需求 是每一个个体进入了天堂 文明躺进了摇篮 渐渐退化成了婴儿一样的老人 而与此同时机器也在老化 上帝文明面临老无所依的境地 于是上帝文明开始为自己创造赡养者 那时在35亿年前 他们来到刚刚冷却的地球上 撒下了生命的种子 然后进入光速航行 用速度跨越时间 上帝文明的飞船进光速航行了2000年 地球上的生命就走完了35亿年的演化之路 如上帝所愿 可以承担对他们赡养义务的文明 人类文明出现了 但他们最先降临的世界并不是地球 而是另一个地球 不错地球不是唯一的 上帝总共创造了六个地球 也就存在六个人类文明 其中两个文明已经被他们的同宗兄弟毁灭 现在只剩下了四个地球 太阳系地球创造的最晚排名老四 上帝先去了一号地球 他们用自己的科技资料换取一号地球的赡养 结果交出资料后上帝就被赶走了 他们只好去往第二地球 结果第二地球更狠 直接扣押了一百万个上帝当人质 要求上帝用一千艘飞船当赎金 拿到飞船后发现不会操作 让人质教他们 发现人质更费 索性就撕票了 上帝无奈赶往第三地球 没想到在那里的遭遇更加凄惨 这次直接被扣了三百万人当人质 而且要求更过分 他们要求上帝驾驶两艘飞船 去撞起一号和二号地球彻底毁灭他们 上帝是不会攻击自己创造的文明的 拒绝了三号地球 然后三百万上帝又被撕票了 最后上帝来到了太阳系的第四地球 在小儿子这里 上帝度过了一年多的幸福时光 但还是走了 上帝和人类之间具体发生了什么 往前翻视频看赡养上帝 相比前几个人类世界 太阳系的第四地球最有人性 即使上帝临走前 透露了地球孪身兄弟的秘密 并嘱咐人类一定要全力发展宇航技术 一定要赶在三个哥哥之前 掌握进光速航行技术 然后去消灭他们 要不然就会被他们消灭 三个哥哥已经知道了老四的存在 但是上帝的种稿来得太迟了 上帝前脚刚走 哥哥的飞船就出现了 擅扬人类的故事就开始了